大家知道在马来西亚市场最好卖的车款有哪一些吗? 第一款就是 Pro Duo Beza 然后第二款是 Pro Duo Asia 第三款是 Pro Duo Myvi 那么第四款就是 Proton 的 Saga 那么 Proton Saga 自 2016 年推出第三代车型以来 其实也卖了一段时间了 所以其实这款车是需要一个大更新 那么它才可以跟这个 Pro Duo Beza 进行一个较量 而最近根据马来媒体的消息 这个 Proton Saga 的 MC3 预计会在 2025 年登场 也就是 Proton Saga 发布 40 周年的时候 那么据说因为这个 40 周年的关系 所以这两车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动 那么改动在哪里呢? 在今天的影片我们就来聊聊这个 Proton Saga MC3 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就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那么首先我们来讲讲第三代的 Saga 啦 这个是 2016 年推出的车型 虽然讲它在 2019 年跟 2022 年分别做出了两次改进 但实际上改动的东西并不大 你如果现在去看这辆车 它的外观设计还 OK 可是它的内装设计呢 其实就真的有一点点年代感了啦 不过呢 因为它的价格确实很便宜的关系 加上它本身的操控表现跟隔音表现都还不错啦 所以呢 确实还是很多有消费者去选择这款车 那么这款车呢 最高的月销量可以到 7,200 一个月 可是呢 这样子长下去其实也不是办法啦 因为其实它的对手啊 像是 Prodo Beza 等等等等 其实也是有一个改良的计划了的 那么 Saga 这样子延续下去的话 确实是可能会有点落后啦 因此呢 之前根据我国的马来网站 Fantasico 的消息呢 其实 Proton 已经在做着这一个 Saga 的 MC3 而这个 MC3 跟之前的 MCE 跟 MC2 又有不大一样 因为这次呢 它的外观内装计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动啦 首先呢 根据 Fantasico 的消息之中呢 这一次这个 Saga MC3 外观设计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改进 它的改进程度可能会有点类似像以前 Vios 3.25 代改成 3.5 代这样子 你不看的话 你可能会认为它是一个 O6 的车型 然后呢 根据这个消息指数呢 这两车会采用一个家族化的设计风格啦 也就是想它会跟现在的 Proton S 其实很类似 实际上这个外观设计呢 我觉得还是还蛮吸引人一下的 不过前提是呢 Proton 真的是要在这个头灯主跟微灯主下点功夫啦 因为现在像是它的主要对手 Beza 呢 头灯主 微灯主 都已经是 LED 的 可是 Proton Saga 呢 还是这个 Halogen 还有这个普通的灯泡 因此呢 这一点也是要一个改进才会跟得上这个消费者的需求啊 不过因为它是一个深度改款的消息咧 所以呢 其实这辆车的车身车马并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啦 也就是讲它的这个车身轴距啊等等等等 都会跟现在的车型维持差不多一样 而根据之前那个 Fantasico 的内线消息指出呢 这个 Proton Saga 很有可能在 MC3 的时候呢 推出一个先辈的车型啦 不过呢 对于这个消息呢 我个人是抱持一个怀疑的态度的 因为呢 如果是 Proton 现在已经有这个 Iris 的前提下呢 它再用 Saga 去开发出一个先辈车型 其实好像不是很符合经济效益啦 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 Saga 的平台是有一点点老了的 这样子大费周章是不是划算呢 这样子的话 我个人觉得不大可能啦 但是 Never Say Never 可能 Proton 是真的准备了这个消息给我们 让我们惊喜一下也说不定啦 所以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话 2025年我们就会看到这个 Proton Saga MZ3 还有这个 MC3 的先辈版本啦 在这个内装设计的部分呢 我个人猜测是会有改进 虽然讲目前没有消息指出它会有怎样的改良啦 但是我觉得如果 Proton 不改进的话 如果还是用现在的内装设计 对比 Beta 或者是未来新一代的车型呢 其实都会有一点点的落后啦 因此我相信改装是一定会有的 另外呢 这个安全配列的部分也有可能提升 因为目前 Saga 只有两个气囊 然后还有车身动态稳定系统等等等等 像是 Andas 啊 六气囊那种它都是没有的 所以在这个 Saga MZ3 部分呢 我们有可能会看到这样子的改进啦 然后这个可能就是所有的重点啦 最后一个重点就是引擎的部分啦 根据这个 Fantasico 的消息指出呢 Proton 呢 会在 2025 年头产新一代的 1.5 公升自然进气引擎啦 就是为了 replace Cam Pro 的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它会不会降低这个排气量位 配合 Saga 但是对于 Saga 来讲 有一个新的引擎其实都是不错啦 而之前我们也是有得到消息呢 其实目前的 Cam Pro Engine 包括这个 VVT Engine 呢 它的这个产线呢 会在 2025 年结束之后关闭啦 所以这个 1.5 的引擎并不是空缺来风 其实也传了蛮长一段时间的 目前财车呢 最大的概率就是吉利提供的这个 1.5 公升钢内紫盆自然进气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可以达到 125 PS 峰值扭率表现 152 Nm 如果呢 Saga 用这个 Engine 的话呢 整体的这个油耗啊 跟动力都会进步很多 但是呢 我预测它的变速箱 会从原本的 4AT 变回 CVT 但是大家放心它应该就不是那个 Punch TVT 了 而是新的这个 Supplier 啦 因为其实在中国的部分呢 他们的这个 T 毫是采用 1.5 公升自然进气引擎跟 CVT 变速箱 我相信 Proton 可能会直接拿着一个动力配置呢 塞在 Saga 或者是未来的 Persona 甚至是 Iris 上面 所以 Cam Pro Engine 确实是一个过去式啦 所以作为一个前 Cam Pro 车主 我确实觉得还蛮赶赏一下的 可是有新的技术 对消费来讲也是一件好事 下面补充一个冷知识给大家知道啦 就是其实第一代的 Saga 呢 是在 1985 年面试的 也就是讲到了 2025 年呢 这一款车就 40 年了 所以呢这个 Saga MC3 其实就是为了这个 40 周年而准备的 我相信一款车 40 周年其实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 Proton 本身呢 应该也不会去忽略这件事情 Saga MC3 应该会给我们一个蛮大的惊喜啦 这个是我个人猜测啦 只是我希望呢 Proton 可以在这个配备上面呢 做出一点点的诚意啦 毕竟 Saga 对于 Proton 来讲真的很重要 像是时下流行的这种 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啊 或者是 Adasa 应该都加在 Saga 上面 加我个稍微高点不用紧 我相信消费者还是会买单的 如果今天是你的话 你看到这样子的 Saga 呢 你会不会选择它呢 OK 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了啦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B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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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